来了这么快 安涛刘妞妞 看一下 小小世界 PoH69 我的星球 绍星师爷 胜利的号角 PoH69 谢谢金币 这个时候给金币 全是真爱 真是真爱 小小蚂蚁 西门吹水 小江哥好 牛牛牛扔了玫瑰 这个时候扔玫瑰的 送金币的 送酒的 送什么的 真爱 是真爱 全是真爱 真的 非常感谢 勇气在心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搞了老半天 这直播怎么连线的 出什么问题了 还是需要先进入这个房间 然后先直播 然后再连接才能进来 所以是这样 我们还是这样 读一下这些 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名字 稍微等一等 等大家上来以后 另外那边呢 文贵先生还在直播 在讲玉米地的故事 所以说这边可能人都上来的慢一些 稍微等一下 我们也发挥一下好不好 我刚刚看了一下文贵先生的 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聊一下感情 继续 其实这个 其实我平常还是比较敢聊的 但是呢 一到了镜头面前的就非常的害羞 也可能是做的坏事太多了 自己都觉得 不能不能这个 黎明前妻安宁 谢谢大家 我太阳镜带着妞妞 谢谢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妞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女孩子 她的这个才华 伟哥 伟哥 你长导伟哥 你不是在直播吗 我很喜欢听你直播的 我们长导伟哥 很实在 名字起的也好 我应该叫他长 有的时候叫长导 还是叫伟哥 我好纠结 草莓战营 谢谢五月光 我的心情 谢谢Coby 你见接Coby 专门结束来看我们的长导呀 谢谢Coby 天亮向前 谢谢 这都真爱啊 草莓战营 爱过神 Coby小战友好像也是在 寒冬 草鸡 寒冬 我们的东东来找地了 哦 东东 我跟你讲寒冬 你就闭着眼睛听我讲吧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就喜欢我声音 老江 你说我们的七哥 他的背书多厉害 我这个声音 我以前我也讲过 我从来没喜欢过我自己声音 结果七哥一倍数 我的声音成名了 谢谢文林 就是这个需要别人来评价的 自己很难去 以前 李建军老江以前说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吧 现在 因为这个美颜效果太好了 就是六十多岁 老江有空的时候 专门找一句 老江怎么美颜呢 怎么养生的 就是这个滤镜 就是这个滤镜 这个咱们GTV的这个滤镜 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的 对啊 其实我有一个什么 蛮有 我可能得顾虑症了 就是很有个想 到时候我们真见面的时候 形象会不会差一点 会不会有背离呀 滤镜太好了 这个其实真正的吸引别人的 绝对不是靠着是容颜容貌 虽然说是相由心生 只要是看着 至于说 大家有一天都会变老 皮肤也会变松 颜色也会变暗淡 又失去光泽 失去那种水润光滑 小仙女文善 小仙女文善 这两天没给你点赞 不知道你在家里 能不能再能站得住脚 你丈夫 我看到爱过婶儿 爱过婶儿是不是日本战友呀 这个都是老战友 都是比较 老战友 我接着刚才的说 就是我们的这个容颜都会老去 唯一不变的是 沉淀下来的我们的精神 和我们的这个内心的 这些内心世界的一些理念 还有人生的一些经验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从来不怕老 也从来不怕 什么这个胡子呀 皱纹啊 皮肤不好啊 或者有点什么粗糙啊 眼皮往下搭了 都不要紧 就在昨天前天 昨天没有跑步 前天跑完步回来了自己 当然了 我们也会臭美 我自己就是照着镜子 又穿着跑步裤嘛 看一看自己的腿 哎呀 太美了 这个小腿到 简直是这样的 就是你自己看 是这样 是这样 你自己看看自己的小腿啊 大腿啊 肌肉很紧 而且特别的匀称 没有肥肉 你不能像那个那些 低从伪类那些那 搞得很龌龙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这里就想说的是 容颜会老 岁月已是把杀猪刀 但是呢 我们这个活力不会减 该健身健身 该笑就笑 该欢乐就欢乐 是吧 像很多人 但是绝大多数人 还是比较喜欢 我们西渔女士 这个爽朗 开心的笑声 我也喜欢 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 爱笑的女人 命运总不会太差的 是吧 所以说大家就是 我们华人 华人这些年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要是去北京的地铁站 或者是在哪个地方去看 这个脸都特别的僵硬 就是在国内 他不会笑 整个这个脸就 好像是心事重重 家里不知道 要日子过得多么的糟糕 是吧 你说你也不是像这个 好像看来都像这个 鸡腿潘和这个庄烈红那样 老婆给戴了绿帽子那种 很愁苦 很无奈那种感觉 所以说这个 就是我们华人 真正出来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 微笑方面改善自己 所以说这种笑 笑也会传染的 代表一下 我们的这个乐观向上的精神 那么我看呢 兄弟姐妹也上了人不少了 我首先呢 先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 就是要谈一谈 我们叫既社区 或者叫既生态圈 我们未来在这个既生态圈里 如何生存和发展的话题 那么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呢 先让我们西云女士呢 上来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兄弟姐妹呢 正式的打个招呼 好 您请 还有这是打一种 对的 小姜哥好 嫩姜哥好 然后我们姜太好 还有五湖四海的那个战友们好 其实通过自己那个出来做那个节目 尤其是跟那个小姜哥一起做节目以后啊 我就真的我还仔细看了就是所有战友的评语 我真的就是很感激 就包括昨天晚上我还在蛮紧张 明天怎么展现更好的自己给大家的时候 我又收到了一条评语 真的很温暖 莫名的就是激动和感激 然后我真的流泪了 所以我很感激你们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草包 可能形象会装的有点年轻一点 其实肚子里也没什么东西 但是我战友们这么爱我们 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因为在种种条件和限制下 还有很多战友 尤其是女性战友 还不能真正有实力的还不能站出来 就是其实更多的战友是在很包容 充满大爱的情况下为我们的勇气再点赞 包括给我们打赏 真的就是我们也不是什么玩人 也没有什么多小江不一样的 他是真才实惑的 就是我也希望在能够在那个战友们的爱当中 我和老家也琢磨一下能不能看我们 我们的合作也好什么也好 我们也是也希望自己在这个平台上 用各种我们的一边一边做 就是用你们操作的那个交易来讲 就是在不断试错中 也让战友们感受到 我们我们彼此也在这个过程中在成长 然后希望我们能 这种感情啊 我真的老江 真的亲人之间也好 同学亲朋好友之间 都其实都很那个都没有这种感觉的 真的很美 所以我虽然宰在家里 但是我真的内心充满着爱 我真的觉得自己真的 现在可能是人生过去那么多年里面 最幸福的时刻 真的很想好好把握好好珍惜 就这样 好的 谢谢信玉女士 这个其实呢 信玉女士呢 无意间就把这个话题 带入到了我们今天又讲的这个主题当中 就是说因为我们有 分享着共同的这种信仰 和这种叫做意识形态 所以说我们在沟通方面 在这个大家的心智方面 在这个喜好方面 还有这个道德标准方面 是如此的接近 这种接近呢 这个让我们感觉到什么 有的时候兄弟姐妹和父母 还有其他有血亲的这些表亲之间的这些关系呢 远不如我们这种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 所形成的这种纽带 而这种共同信仰的 所建立的这种纽带 就是形成起来 在战争年代 就是什么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会为彼此 你会毫不犹豫的 不会有第二念头的去挡这个飞来的子弹 会在这个手榴弹扔过来的时候 你会本能的去把对方的推开 让自己扑上去 因为怎么都是为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 谢谢啊 谢谢 就是为了一个 共同的一个信仰 一个目标 一个胜利的一个 一个结点 而愿意怎么样的去 为自己这个真正的兄弟姐妹 真正的亲人去付出 所以说呢 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整个呢 叫基社区 我们只能说叫基community 就是我发明的这个词 基community的这个未来 一些具体我们能怎么做 那么在正式的这个开始之前呢 我想把这几天有关几个 就是我所关注的几个财 财经和金融方面的一些 重要的新闻呢 简单的请允许我 简单的播报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 想说一下在下个星期 哦 谢谢 谢谢Lady妹送的这个金币 就是刚才Lady妹在那个 挺过小妹那里 一顿一顿扔钱呢 我看着我想 哎呦 到我这儿弄了这样 就开玩笑 就是说下个星期 重点关注的是一个 中美之间的下一轮呢 又展开了一轮这个 谢谢谢谢 展开了一轮这样的一个 新的这个贸易磋商 这个有刘鹤打电话呢 给莱特希泽 其实呢这个本来 原来在1月15号 签议 6个月为期限 执行不执行 那么现在明显看 是已经往前提前了 那么这个提前呢 应该是这么说 首先的前提是 CCP病毒对于美国 已经这个形成的这种军事袭击 被达成共识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事一定不是 中共要求提前的 因为他一直没有执行 一定是美国施加压力要实现 提前的要求什么 就是你这2000亿的这个 购买 你到底旅不旅行 旅行 现在就谈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事情 今天呢 被这个整个中共的 或者是西方的彭博社 等等那些假媒体 这些爆炒 说中美之间贸易谈判 又出现了新的利好消息 股市也上涨了 怎么怎么的 我认为这一次应该是凶多吉少 应该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像美国这个上个月的 非农纪约数据出现了历史最糟糕的 2000多万的这样的 失去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 非常可怕的 所以现在的股市上涨 完全是海市深楼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想说一下股市问题 京东也好 网易也好 这个京东网易现在呢 争抢着要回香港上市 本来是在美国上市 这个呢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就是说他们已经嗅到了 在美国证券市场 将要对他们非常不利的 这样的一个预警 甚至把他们提出圈外的可能性都有 所以中资股未来前景不妙 大家想一想 香港现在什么形式 哪有人去给你这个融资买股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京东和网易 紧赶慢赶的回头要去 去回香港去上市 本身这个事情也就是不妙 另外呢 还有这消息呢 非常的恐怖 南京在小长假期间 新屋成交1788套 所以说在这1788套的房子卖出去 就在这种大厦江青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人 重复的去重蹈负责 将来呢 这天买了房子 明天就要去维权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爆料革命 其实任重而道远 还有多少人 他根本对这个事情 根本就一点概念都没有 刚刚从那个益主宝的门出来 又进入原油宝 从原油宝的门出来 又上了这个房市 房市弄完了要进股市 一波又一波 一查又一查的被人割酒 才被人要命 就这种割法 现在这个中共病毒的事还没有完 这是网上报道 国内ICU病房 一晚上两万块钱人民币 一天两万块钱人民币 所以说就这个问题 你得了这个CCP病毒 有几个人能够治得起 就得上了 你去求天保佑 不要进入重政室 进入重政室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人财两空 所以说中共设计了 这一套一系列的 连割酒才带要命 屠材害命的一套 现在还有这么多人 要去买房子 1788套房子成交 非常的可怕 所以说呢 这里我就想说的 就是那些追随伪类 追随中共 而今还在这觉得 庄立宏 这个低从潘 低从多尔军 振振有词 要什么以法治基金来维权 又说我们郭媒体骗了 谁了要去起诉 你赶紧去起诉 你赶紧的把这个 法治基金的那个单子 拿出来 你赶紧去起诉 赶紧的跟他们一起去 千万不要回头 求这些人 千万不要回头 一做要做到 也要像个模样 不要说是在这里边 朝勤暮处的是吧 像曾宏那 今天变成像明天那样 国内呢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一个卖肾的 黑的产业链 卖肾的时候 一个人可以得到 4.5万元 而他的市场价格 是55万元 这个黑产业链 大家知道 没有军队警察和医院的合作 那是根本做不到 所以说这一点 这个国内的这个老百姓 他再不到万不得已 他会去把自己的肾栽掉 一个整个人就废掉了 中共的这个现在 哎呀 这个盘剥之下 另外还有一则呢 比较有意思的消息 说美国出现了肉慌 大家可能今天已经转起来 说这个老百姓都没办法了 上山去打猎 比过去超过了三倍 我觉得这个 就我想到了什么呢 就是说 你要想着这个诬陷文贵先生 想这个诬陷我 乌明化西渝女士 你怎么辩解 你怎么证明他都要诬陷你 你阻挡不了 所以莫不如不去跟他们辩解 说今天陷阱 美国现在是疫情 大家在待着没事 都自然要休闲出去打猎 这本身也是打猎的季节 美国人加拿大人就爱打猎 那没事干了 我就出去打猎 那是不是要比以前的人多的多的去 这个超市 那个牛肉猪肉鸡肉 有的是在美国在加拿大吃肉 它是一种这个 并不是说很高级的享受 它真正的是吃那种 就我们叫绿色青菜 是吧 就是说这个organic的 才是比较享受 所以说这个 因为中共国 中共政府要 中共国家 他吃不起肉 所以把这个美国人 把吃肉看成是一种理想 一种享受 实在是太可悲了 最后一条 那就是黑石 原来说苏世明要跟SOHO 接这个叫做潘石屹的盘 现在这个事闹慌了 所以潘石屹的这个 整个股价资产的缩水 三十多个亿 所以这个事情呢 黑石现在也明白了 中共的现在形势并不好 所以奉劝国内 还想去买房子 存钱 买车 什么去投理财产品的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 你赶紧准备好航服吧 马上就轮到你上街 去维权了 好 非常抱歉 今天呢 就这个提前的播报呢 说了这么多 因为攒了一个星期嘛 以后呢 我们每周的这个时间 基本上就要开一期 这样的一个直播节目 西云女士 那么请开始咱们今天的 这样的一个正式话题 您先 对 您一定先有一些疑问 或者有一些感想 不妨先给我们来一个开场 开场 好吗 谢谢 开场 我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嘛 正好这些老江 把他的那个关注的问题点 尤其是在财经金融 就是关于钱的这种那个新闻 给我们带来 其实我自己也不是每个点都比较了解的 就是利用 就是发挥了那个财神的那个优点 特长 我觉得这个开头很好 以后是不是还可以 第一呢 我可能会把话扯了 我就紧跟着你这个话题 可能要讲进去 是不是会把原来的本 没问题 一呢 一呢 就是最近的股市 跟我们知道爆料革命战友的时候 要开始走功了 川普要怎么样了 就是这个背离很厉害 但是股市完全就不理你 就往上面 在走 而且涨的人都慌了 那现在你这样一说的话 就是最后的疯狂 其实很多的也就是在 那个可能是在出货 他们也知道 最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大资金在往外走 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冷静的 在看待这个异常 然后还有我通过你讲 那个国内买房子啊 就包括我自己亲戚 确确实实有在这三年里面 买新房子的 还有小辈买新房子的 或者说是老房子 换成那个新房子 更大的更贵的房子的 这样怎么说怎么却 也好像没用的 你说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会陷入这种模式 陷入这种 就是思维啊 或者这种一次一次 我觉得呢 怎么说啊 可能是我在国外时间长了 第一次听一个日本人跟我讲 我东西被人偷了 那个时候连护照都被偷了 一个日本朋友就跟我讲 不是小偷坏啊 你知道吧 问题是被偷的人有问题 我说我是受害者 你怎么说我有问题啊 那他就说你知道吗 小偷偷东西是他的本能 对不对 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创造条件 让他给骗了呢 对吧 让他给偷了 你偷一次可以 你一而再再三地被偷 那问题是不是你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保护好自己 不给他创造 不给他创造这个条件 让他偷起来容易 甚至我们把我们环境都做好以后 让他连偷的那个本能的意念都失去的话 小偷不就越来越少了吗 我们受害的机遇 不就是概率也更低了吗 这句话其实我也是 经历了很多年以后 我才真正了解到这个真谛 那现在我们说 就是说骗与被骗 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要展开会不会偏主题啊 不会的 谢谢你是 我这里插一句 我为什么决定了 每周五我们这边 纽约时间的晚上七点半 要跟心语女士呢 要固定做这一期节目 就是这么长时间 真正的能够在金融和财经方面 还有商业方面能够谈得来的 目前来看心语女士呢 是非常合适的 我只能这么说 那么其他人 其他话题 只要你定好了 你愿意看得起 那我们都可以参加直播 但是这一档子 主要还是要以这个经济和财经方面的为主 因为心语女士这方面 他不是外行 不外行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国内买房子 与我们这个 基community 基社区 这个成立是有巨大巨大的关系 关联性的 因为在中国国内 你正常的投资渠道 你没有 你的人民币 每年的这个贬值幅度 实际贬值幅度 在20.7%左右 就实际购买力 每年的贬值幅度 20.7% 那你除了这个买房子还能投资什么 你能投资股票 被人割了 那个都是假股票 跟原油宝一样一样的 背后改数据 延迟成交 看你的底牌板 而且你买到的全是人家 原始股 募集的时候 私募的时候 一块钱买到股票 你上市 一百八 一百七去买到人家 接人家的盘 你怎么能够赚钱呢 理财产品 你看一看中国现在的理财产品 谁在中国的理财产品上 真正的赚到钱了 你不妨举起手来说一说 还有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银行存款 每年百分之一点几的利率 你多那点利率 你今天就是说 你去吃饭 你今天去吃红烧肉 二十八 明天就是三十五 所以说你得把下星期的红烧肉 今天一起三盘点完了 不然的话下星期你付费就是要多好多的钱 所以说就是这种情况下 就是中国 我们中国人现在 整个的这个投资渠道 完全被中共垄断 它不会让你中国的老百姓的钱 财富转出去 投资到正规的 健康的 有选择性的 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投资环境当中去 所以说就逼着你去买房 那房地产又是权贵家族的这个产业 他们通过房地产进行内保外带 在海外这个借了大量的美元债 直接截流 然后在国内印发人民币 这是非常像保利了地产了 还有什么恒大呀 其实恒大他海外举的债 并不是说进到了那些美元债 并不是进到了恒大的这个腰包和账下 他都是说什么 这个其他的财务上做一个 小猫腻 而实际上进到了盗戈贼在海外设立的账户 恒大你说那我借的钱怎么办 好吧呢 在中国银行 健身银行 印的钱给你嘛 印的这个 你借了一千亿 我给你一千亿的这个相当一千亿美元的这样的 这个人民币拿去花去吧 所以说越来这个对的水越重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但是中共 他逼着你老百姓 就是你两边是墙 只有一个胡同 走到头就是房地产 你愿意不愿意 你这个钱放在那边废纸 你愿意不愿意 只要你往前走 就是房地产 但是呢 如果中国老百姓现在我们爆料革命这么长时间 再三的呼喊 卖房子 转外汇 取现金 投资这个海外的一些资产等等 他不停啊 他认为倔强 很多人的倔强 他自以为是 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点 他有一个选择性偏差 就是说他认定的是 他会自动的屏蔽掉一切不利于自己判断的这些这个依据 他就是说他买了贵州茅台这个股票以后呢 你跟他说什么顶背离啊 什么这个资产泡沫啊 他完全屏蔽这些信息 他只会去讲贵州茅台的EPS多么多么的好 某某证券大师说他怎么怎么的上涨 他这根曲线怎么怎么的向上 他屏蔽一切的风险 所以说呢 这个中国老百姓现在就是被这么多年的 这个中共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圈套 每年房地产价格上涨13.5%到13.7%的这样一个 虚假的这样一个泡沫所诱惑和逼迫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讲到了咱们的这个Gcommunity 这个问题资产泡沫的问题呢 不仅仅是在中国 我们看一看美国现在 刚刚结束的两万亿 这个举债这个刺激经济 或者是叫维护经济 马上紧接着要来再来个三万亿 在这个CCP病毒之前呢 整个的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财政资值 就是说4.5万亿到5万亿 这就短短的三个月 直接超发5万亿美元的货币 直接就对水对到市场当中去了 所以说你过去的这个两美元 现在就相当于过去的这个 现在的两美元相当于过去的一美元 所以全球在CCP的这个病毒攻击之下 完全面临着这个资产的这种缩水 还有这个你无路可投 你现在你在美国你拿了这个美元 你你手里除非握有现金 你能做什么 这个国债 负收益 你要倒给国家钱实际上 对吧 又跟通货膨胀比 买房子 美国的房地产最少腰斩 是吧 你黄金 黄金呢 它的实物的买卖差价 200美元一盎司 等你赚了钱的时候 我要是说0.3美元一盎司 差价 我早就赚了这个杯满泊满了 对吧 而且变现很慢 股票这个基金就不用说了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到这个Gcommunity 未来就要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样 给大家一个真正的 你靠你自己的这个真财实学 你的资产 你真正的信得过的 这样的一个建立自己 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产业链 一个生态圈 那么在这个生态圈里 大家可以怎么样 凭着 包括现在咱们在这露脸直播 为什么 这个GTV露脸直播啊 等等的 这个发盖文啊 发这个Gnews 很重要 很重要 你这样你打好了信誉 你让 多好地推销自己的机会啊 我老江什么样子 信誉女士什么样子 我有抬头文 我是个骗子 我不是个骗子 大家都有脑子 自己去看 这个Winnie R 来说谢谢 就是说这个 就是你是不是个骗子 你平常就看嘛 对吧 你包括现在这个低从派 还有罗队富啊 石秀什么 天天说老江是骗子 你不能光这么喊 你拿出点证据 说文贵先生是骗子 跟你们谁要过一分钱 花过你们一分钱 张嘴跟你们动过一分钱 对不对 你说这 而且呢 就是你说骗子 吃不上喝不上了 光吃鸡腿了 还在说去弄一个什么募捐 这个骗捐 需要去拯救尹堆长 我要给香港送药 我要给新疆 相反爆料革命的这些战友 这个文贵先生也好 法治基金也好 整个大批的救援物资 在纽约 在全世界分发这些口罩 低从派你弄了个光屁股照片 那一亮 那个破屁股穿 那个内裤还吃在 吃在定里边 我不知道勒的 上面都蹭的 哥哥巴巴 就是你拿这些东西来 你说你说别人是骗的 你为大家做啥了 你请那个爆牙庄吃个饭 还是爆牙庄请你这个抽货血迦呀 是不是 所以说就这些人 他们所带来的这些 就是这些负面的影响 其实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真正的爆料革命 所打造的这个寄生态权 它是有信誉的 相对而言 你越攻击 越这么抹黑 越这么打击 反倒证明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正义 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干干净 你一尘不染 这些事情你随便扒 我敢在这 谢一女说我在这 就随便扒 你随便扒 你随便扒 从历史过去 你别管我是捡瓶子 我是改刀的 我是刷碗的 开出租的 我扫地的 掏下水道的 你别管我是什么 你扒 你扒 我们爆料革命 哪一条 哪一点 哪一分钱不是干干净 你来扒 所以说这里边我想说的就是说 我们既community 既社区 就是在这样一个纯净的环境 相对啊 相对这样一个纯净的环境当中 给大家一个化解风险 从此远离这些诈骗 远离这些这个 人不人鬼不鬼 处不处 就玩一些这种这个打口炮 要饭的这些 这个这个 而且酸气肌的 见人嫉妒的这些 这个叫什么鬼魅王俩 是什么玩意儿呢 这个就是远离他们 你做生意 你有他们在跟前 知道 你的风险来自于哪里 现在不就是来自于CCP 就这些伪类 它本身就是CCP的一个缩影 它跟CCP是一丘之隔 一脉相传的 所以说呢 现在国内的房地产 美国的现在这个资产泡沫 全是受CCP和CCP 类似的这些 世界上的暗示里的 这种操作和这种 这个不作为 或者是一些呢 这样的用通货膨胀 来掠夺财富所造成的 所以未来的Gcommunity 还有我们的G币 就要打造一个这样的 给大家一个安全的资产 或者是商业贸易 各行各业的这样一个 规避风险 有信誉 就像西渔女士开头 我们所说的那一段 叫什么煽情也好 套借一步也好 我们彼此是信任的 彼此是有这种亲情的 在这种 为什么叫社区 我们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团体 这个产业链里 彼此之间的 这种某链关系 那不是你低从盘和 张力宏之间 还有在纽约打官司 什么郭宝胜 夏月亮出门 为了这个吃20块钱的盒饭 大家大打出手啊 你是我我是你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问题 就是说说的不好 听一点 就是大家要饭都互相 都要紧着对方 因为是战友 是战豪的关系 在这样的一个生态权里 多大的力量 未来打造的这个信誉 和这个商业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影响力 可信度 都是超过现在国内的这个 所带来的这种投资啊 海外的这种钱 没有地方去啊 就是解决这些 迫在眉睫的这些问题 那么一会儿呢 这个细节问题呢 等星云女士说完 我们再一条一条的往下说 有点啰嗦啊 谢谢 还好说 我听得都入神了 嘴巴睁开 还好有个口罩在那边 每次都是学生 我刚刚为什么要提 那个就说中国人 怎么容易一次一次 这样再被骗啊 可以从我们的大环境啊 我们的体制啊 我CCP洗脑啊 就是我们14亿人 都是他们的小老鼠 对吧 也不是CCP 就是邪恶帝国 Deep State的小老鼠 其实因为CCP的那个独裁体制 我们就变成了 包括我们的那个 好像是我们那个科技很高 发展很快一样的 各种什么脸别啦 你不懂的人就会觉得 我们中国你看什么都行 那个什么大唐啦 或者是说什么阿力配啊 或者走得那么先进 那只是日本啊 美国不是没有这个技术 它主要是以人为中心 考虑到你的私有的部分嘛 那大家资本主义华 包括那个华尔街 为什么喜欢那些Deep State 为什么喜欢中国 就是因为它可以有14亿 小老鼠在里面 可以做任何的实验 包括现在比尔盖茨要说 有芯片要进去啊 或者怎么样 你要到日本来搞这个实验 不可能给你搞 你政府让我搞 我老百姓也不如 也会靠自己的选票 把你安倍给选下去 对吧 至少还有一定程度上的 民意的反应 我也不能说 民主主义就是完全 100%就能反应我们草根 我们平民的那些 就是民意的啊 就是我呢 就是把这个大环境 再缩小一点 就是我如果说 其实自己也没有怎么样 但是按我的自己的尺寸 我觉得我现在第一桶金 应该是赚好第一桶金的人了吧 至少是按我自己的尺寸啊 不能跟文贵先生 跟人家更有钱 我知足常乐 对吧 也可能就是可以不愁吃 不愁穿 有财富和那个时间的自由 就是但是呢 我这个第一桶金呢 我的基本上90% 全是在日本的 基本就是跟国内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业务上的节点 有 但是在我总体的不多 那么我总是会比 比方说跟我差不多财富的 我的女同学 在国内做事成功 或者我在日本赚钱 我日本赚钱辛苦吗 也辛苦 要到哪里去做点事 尤其是我们国外 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来创业 我没创业 只是做了一个好助手 都有难的地方 但是呢 当这个钱到我身上的 就是属于我之后呢 我很安心 我很安定 然后在里面 我也感觉到我的成就感 因为我不用去蓝金黄别人 也不靠爹 也不靠妈 说难听点 我也不用靠我的容貌 去巴结哪一个上司 或者是跟哪一个客户去睡觉 不是被别人蓝金黄 我也没必要去蓝金黄别人 在我们行业 确确实实 以中国市场为主的那些中国老板 他们就是靠蓝金黄 其实很简单 日本人很色的 对吧 要把他们就是 把这个客户抢过来的 就是大家竞争嘛 对吧 我说的熟悉一点 就是竞争客户 很容易的 日本人客户 走 跟我到中国去 我请你到东莞去 一下飞机 住个好宾馆 然后吃个饭 饭吃完以后 K房一去 前面一排女孩子随便你挑 挑完以后 各进各的房间 第二天起来 好 高尔夫去一场 对吧 晚上再继续喝酒 差不多三天跟你混下来了 这个业务就给你了 所以当我接受 因为我有这种感同受深受 但是我为了这个业务 我是女的 我不会去占这个钱 我宁可我公司 我不能发展的更大 但是我不会去用通货 明明我知道 如果我去这样做的话 不是说我要去出卖我的身体 我可以用这种模式去套他们 我可能可以做了三倍 三倍四倍 可能做更大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该赚的钱 我就可以小 但是我要踏实 这是我赚钱的 就是一个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职场的 尤其是女性 应该有的 那个就是最 最高也是最低的底线吧 所以呢 就是还有一个 我是 我为什么要分析这个东西啊 就是中国人的钱 就是这个有钱 是不是来得太快 这三十年啊 一个是太快 一个是太容易 一个是太浮躁 有的呢 甚至是有点不择手段 因为太快是什么原因 你随便靠一个妈 靠一个爹 或者你叔叔 或者外面认个干妈 认个干爹 对吧 你就花花花花花 钱就过来了 就像老江 我们上次就谈到的 就搞一个私募嘛 对吧 他们可以通过微信公司 或者马云公司 里面一个员工的一个idea 他就腾讯 就搞了一个微信嘛 对吧 所有后来 你可以去看到 滴滴也好 什么也好 就是他们包装出来的 一个员工的一句话 他们哗就天使投资 他是真正的 有没有让中国 这些年轻人 真正的有去创作 去创新 或者是踏实的做事业吧 不是 只是他们一个 钱挣钱 赚快钱的 一个手段而已 所以我们做了那么久 中国就是有copy 有很那种配合 媒体上的这种宣扬 就是一笔一笔钱赚 赚完以后就拉出去 一个小的idea 就是很不实在 还有这是一个赚快钱 还有一个像我在国外 做事做多以后 我对税这个概念 对税这个概念 就是很强烈很强烈的 尤其是我其他国家不知道 就是日本的国税局 比警示厅还厉害 比政府的杜秋还厉害 真的你不能得罪 你不能有一点点漏洞给你 所以日本人就是要拿一点 挥钱啊 或者要给人家送点挥钱 其实你这个东西 这个官也不是很难 就是很容易逃避的 那我们中国人 有多少人有税的概念 对吧 上面的人有税的概念 他们基本上会用他们的智慧 什么境外啊 去搞一个阿里巴巴 都在说是我们中国公司 他没在中国注册呀 对吧 哪里是中国公司 你们爱啥狗 在开卖呀 对不对 包括孙正义 搞什么事 他也在开卖呀 对吧 包括苹果公司 他们这种可能就是 用了自己的technic 它是合理的避税 对吧 反正现在 你说现在他们合理 就是孙正义在日本 也是个很典型的 在日本从来没有上税 上税不是说没有啊 就是很少很少的 但是他就是通过各种避税 像现在了 他开始要我要坚全了 我要做什么 包括Facebook 也是搞一个什么基金 其实都是在 说南青年 数一点就是骗人 就包括他们搞的基金 它也是一种避税的手段 对吧 为了更好的继承 他女儿 用他的女儿名字 或者什么 其实就是要避开 那个继承税 对不对 没有那么 真正的很宏伟的 真正为人类想啊 就包括那个比尔盖茨的 现在的那个医疗 专门做什么全世界这个病毒啊 这个什么 你现在看看这次CCP病毒 他就是被揭发的自己暴露的体悟完肤了 对不对 包括去那个WHO啊什么 他就是一个什么人 曾经的一个微软的什么 所谓的创业者 他的完美这种很美好的那个形象 其实在我心里 我想我们爆料革命的战友 已经不会见到比尔盖茨 已经会发现他的作文怎么像魔鬼一样 对不对 一开始要用像有心声这句话去形容他 跟之前的大英雄的比尔盖茨 怎么不一样了呢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说他们高层的 我觉得我们民间的一般的 就是属于我们草根的 我也要想分析几点啊 中国人的那个赚钱 首先也是这个 也是一个没有那个税的概念 没有税的概念的最大的起因 就是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私有制 没有私有财产 对不对 就包括我们的房产是不是要交税 那交税的前提这个房子是要你自己的 你的土地是要你是自己的 所以说呢 当然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税税税的概念 我不知道我们长岛伟哥还在不在 我相信他也是个做企业的 就企业 当然日本企业也会有避税啊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自己赚来钱的 因为会社收入太多了 日本人经常会问我一句话 你们怎么中国人怎么那么多有钱 人怎么这么有钱 其实我对我也分析了啊 就比方说跟我合作 曾经合作过的那些客户 我就看到他们是怎样 从零开始三年不到 哇就变成了一个一万峰 知道吗 我但是我看他的企业 我怎么都看不出价值 我心里甚至想 我只要给你断货 你这个企业就基本上没了 那然后转哎哟哎哟七哥呀 你跟人家谈感情谈的好开心 不要不要不要停 不要停 不要停啊七哥不要停 不要老子来起来了 好的 欣于女士我接着你的话题来说 谢谢 讲讲请讲 就是说中国这些年在中共的这个邪恶体制下 他的一切是没有规则的 所以说只有这些坑蒙拐骗的人 这些作恶的人呢 才能够赚钱和发家致富 所以说这就造成了两个 两个不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 第一个呢 从国内的人认为 你郭文贵先生 你没有偷税 没有漏税 没有跟中共勾兑 你没有卖儿卖 你不可能有钱 你所有的钱都是假的 你不可能有钱 这怎么可能这个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你不去坑蒙拐骗 你不去这个巴结这些这个权贵 你不去做这些缺德事 你会有钱 所以说才会去见这个郭先生的老师 说哎呀你那个你缺钱吗 我给你点钱 这个这样的一个笑话 对 那么在海外的这欺民贼呢 他又是怎么想的 就是你文贵先生也好 我们爆料革命的战友也好 你们也不配应该有钱 为什么呢 你们现在就是说 你看看像西云女士 像我也好 像这个文贵先生也好 在这整天呢 就是不跟这些 这些污泥佐水的人搞到一起 不去搞这些这个骗啊 这个炸呀 或者是怎么样玩的 这些虚假的东西 你也不可能有钱 所以说呢 他们另外呢 他们看到我们日子过得好 你真的有钱 有游艇 有飞机 有名车 有豪宅的时候呢 他不愿意接受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自己走的是一条恶的路 他认为只有恶才会有好的结果 你们行善就不应该赚钱 这个世界就不应该给这些善良的人 比如说哈恩 朴山海 你看看这个朴山海 说话说得那么朴实 哈恩呢 这个说话那么善良 这种善良的人 怎么可能有钱呢 久而久之呢 把我们许许多多善良的人 走正义的人 像西云女士所说的 不肯跟他们勾兑的人 就排除在外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个社区呢 好像成了一群孤立的这些人 就没有人跟这些人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恶势力占主角啊 到处去看温哥华 多伦多 纽约 什么洛杉矶买房子 全是这些贪官污吏 官二代啊 还有这些勾兑的人 但是他们这个钱 就像西云女士所说 在国内他也是不安全 出来他也不脱底 对吧 这个钱花的也不利索 那么这里边 我们就像说的 我们的G-community 就是要让我们大家怎么样 这些善良的人 走正道的人 自己建个群 我们自己建这么一个讲信语 走正道 有这个精神洁聘 不同流合污 并肯要操守 不要这些脏钱的这些人 兄弟姐妹凑到一起 我们自己建个群玩 对不对 你们在外边这些 这个不信我们爆料革命 不信我们G-community 不相信文贵先生 能够赚到干净钱 不相信他的游艇 他的飞机是他的的人 你们自己建群去玩 你们自己建群去 去什么上纽约街上去 去拿个要饭碗 去去什么怎么去去 去弄一些 低从派弄的 那个什么基金 半年居然骗了222美元 就是你的信誉 你的形象 你的整个实力 另外一点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爆料革命也好 走正义也好 发挥这种善良 讲信语 一定要有钱 一定有钱 你没有钱怎么去灭购 没有钱怎么去和鸡腿盘 低从盘 增红盲流子 还有什么流 我对付这些人 去跟他们斗 是不是 他们感觉是说 只有像他们这种 这个就是这个 萎缩之人 龌龊之人 才配有钱 我们这些人 堂堂正的不该有钱 所以你跟他说 你有钱日子过得好 打死他都不相信 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正道 就不应该有钱 所以说就这一点 对着敌人 对着我们自己 要争气要强大 必须有钱 所以说你这个 罗对付也好 低从盘也好 庄立皇 说我们骗 还是那句话 咱们继续 以前的赌 还好用 24小时 这样吧 咱这么说 5个亿美元 24小时 5个亿美元 看能不能在我的账上 出现 不赌什么 你们就拿出个 50万到100万美元 就行了 就是24小时 看好老江骗子 你吃龙虾 吃龙虾脑 我原来以为他们吃过龙虾 你知道吗 我真以为他们吃过龙虾 发完了推药 我也要给删 后来他们说 龙虾脑不能吃 What the fuck 这一下全漏馅 他们不知道 波士顿龙虾脑 是一道美味的菜 你说这个事情 就多悲惨 就是中国人 活得太悲哀了 一个小小的龙虾 就是随便这么说 吃点龙虾脑 他觉得你是吹牛逼 他觉得你是炫富 那什么东西 那个玩意 7块钱8块钱一棒的 就是没事 我去试探一下 就是自己漏欠一大堆 不知道龙虾脑好吃 但是有人不喜欢吃龙虾脑 因为它高胆固醇 但是它的味道 确实是很好吃 其实最简单 西西女士 他们上谷歌一查 波士顿龙虾脑的做法 那么一堆嘛 上面说写龙虾脑最好 就是这些败类 不仅无知 愚蠢 还漏欠 就是这个事 就让人像 所以说我们的社会 没有基 基community的这样一个圈子 和他们搅合在一起 你说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个脏的话 就不愿意涉足这个圈子 就是我们好好的开个饭店 进来一个低从攀 进来一个这个大牙庄 大牙庄 他那个嘴啊合不死 有口气 我在我在纽约吃饭的时候 我没好意思说 你知道吗 他咬合有问题 他牙齿咬合有问题 就是说这些细节 我不是说笑他这个生理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人 中国男人 得注意这些细节 你穷也好富也好 你没事就把嘴闭上 你知道 就呼得气 而你觉得很恶心 你知道吗 我在这个纽约的时候 没好意思说 大家都觉得说还是战友 后来我想 就是说我们如果基community 没有这么一个纯净的环境 摇摇晃晃进来那么个东西 你说你这一天的日子怎么过 你说完了 你或者做生意跟他打了交道 遇到个低从盘 今天这个耍小聪明明天骗 后天把你的货拿走了 把这个文贵先生 反正经营捐利 占有了这个衣服 拿到这个架子上 他哪有信誉 他没有信誉 遇到这个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 中国人现在这个惨 就惨在哪里呢 现在就是说 没有信誉 大家认为讲信誉 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讲信誉一定赚不着钱 你行善一定不会有好结果 是不是 实际上在这里边 今天再吹个牛逼 那个低从盘 罗对付啊 还有什么 这个庄立宏 又去告法治基金 又告什么国民媒体 未来 就是说咱们战友 一定有信息 就跟你们这么说 咱们战友当中 我先保守的说 未来很短的时间 出现了一百两百个的千万 这个上亿美元资产的人 那就太多了 不信老江今天就把话说这 大家是这样做打赌 过不了多久 出现了一千万两千万 一亿美元的资产的人 太多了 我太有信心 这这仅仅是个开始 所以说这个G community 最早的G community 就是给我们这些 最早认识到 文贵先生和爆料革命 能够灭共 我们信 只要信他 就一定会得到信的这个果实 就包括你现在也一样 你现在开始信 未来加入到G community 这个社区里 你起码你进入了一个 纯净的环境当中 你或者是怎么样 事业发展了 你或者是怎么 有了个人的成就 有了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形象的提高 起码你不会感觉到累 不觉得窝囊 你不觉得委屈 因为大家有必要的尊重 还有必要的帮衬 因为这是G community 这样G社区里边 大家都是老江 新宇啊 文贵先生 还有我们许多 草哥小哥啊 卡利西啊 什么大别小哥这些 有情有义 有信誉的这些人 组成一个团体 建一个群 所以说这个问题 G community 将来的这个事情 它是未来的这个发展 它一定会创造一批 非常非常有实力 有财力的 这样的一批兄弟姐妹 新宇女士 我发现我们两个 一直在中间 落啊 落了快一个小时 还没到我们的G community 但是前面的铺垫 也是很重要的 我为什么要搬到 我曾经有过的 就是我自己做过的 小小的那个业务之间 中国人的赚钱 和我纯粹在日本人赚的 我比较踏实 而且我好像越赚越踏实 好像人也越来越纯洁 单纯的 蛮简单的 而不会为了钱 今天我这个钱 也是要说明我们这个 就是G community的那个事情 其实我们说说是很简单 G community啊 你真的把它当community 一个小小不是 我觉得就是每一次 还是接上次的话题 就是每一次战争 如果我们能把 现在我们是处在 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战争之下的话 你就很可以理解 比方说一场战争 它一定会 我们上次是讲的 新秩序新组织啊 包括我们的新人类啊 然后还有新的科技发展 然后战争的形式也会不同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呢 就是我要讲的 接下来就铺垫到 那个G community去了 就是比方说一战的时候 因为福特对吧 它开始了踢那个fold 然后这个踢fold一弄以后 你看它的生产模式就变了 是不是变成大量生产 大量销售 大量消费 然后买home啊买car 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买车啊 买更高档的那个科技 当时的科技品 高大上的产品 甚至你看影响到金融 对不对 它就给你可以借钱 借了钱贷款 贷一部分头金 你可以去买什么东西 这样可以促进他们的模式 那这样的话 就比方说我们这次的战争型 其实它我们是在书写历史的人 而不是小小的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你首先要有 我们是跟着七哥 包括他七哥代表的一派的是 叫势力好像有点像黑社会啊 就是力量 是一直一起在那个书写历史 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人类的新的实验 在新的大背景下 为什么现在的原来 现在的状况不好 我们要把它那个scrap以后 我们要建立一个 真的是一个很伟大 很伟大的那个就是实验当中 同时我们也是在书写历史 我们这个G community 这个形式是不是走得通 人类第一次首次 走得通走不通 要靠我们每个人 愿景是画好了 对吧 就是走得通走不通 那要靠我们每一个 100年以后的历史再来见证 2020年 或者就从七哥开始爆料 2017年开始 我们怎样 从原来的壳里面蹦出来 然后给人类展示了一个 可以第三方 就所以我们的G community 还有那个GB 关键你说 这个应该不能不好讲吧 一讲又不行了 就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的郭媒体 就是这种各种形象 你说直播对 它确实有技术 可以像我这种IT小白吃 小白也可以马上可以直播 你说它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打赏这个概念吗 是打赏这个概念吗 其实国内很多平台 他也有打赏了 对不对 直接用微信也可以跟人民币 也可以打赏了 其实他在这个概念 我们的草根来了 草根谢谢 草根 我也是想结合这个节目 也是一个我想说的一个例子吧 就是我们就是话 想到哪里 我可以接着说 把你想说的话 就是说这个Gb的打赏 还有我们现在直播 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效益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因为时间的原因呢 我们尽量精炼一下我们的表达 就是因为这个话题太多了 以后我们要多期的去讲 讲不完的 具体的事 今天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Masha美女 Masha美女太漂亮 太漂亮了 大家见 她现在这个捂着口罩和这个眼睛 她不是怕什么 就是怕吓着大家 真的 太漂亮 她那个嘴长的 就是 哎呀我没法形容 这非常漂亮的大眼睛 就是说她做的这个 第一期所做的这个时装的这个视穿 等等 应该说呢 还有很多很多要提高的地方 对吧 就是说那个不能说是很完美 因为从灯光啊 从这个镜头的调的角度 背景啊 音乐啊 还有这个线街啊 等等这方面 很大很大的潜力的提高的 这样一个镜头 但是有一点 我想问大家 就是如果在G community里当中 Masha是做生意的 做外贸的 大家一旦 她假如她是做服装生意的 她无论作为终端的这零售商 还是说这个起点的这供应商 你在想在俄罗斯做服装生意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是谁 我们看了G 这个GTV的直播 然后呢 上了这个G community 你首先要跟Masha联系吗 我这个货你能不能够 我这个货你能不能销 你可以不付款 把货拿去销完了 再跟我结账 省去了一切的银行 贷款的流通 我们全部可以用GP结账 数字结账 数字挂账 因为都是纪社区的 这里边的 是吧 所以说你像 我老江做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新一女士 她拿着金钱来测试 就来试我老江 所以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点 很少有人说 我拿钱的试 大财数才这么做 我对于错误认了 就是你究竟能不能赚钱 我来试 对不对 我来看 我照着你这个说法 我加结合自己能力 你起码 你给我一个大面的靠谱 你别像那个低从潘 罗对付 你这个从来不给人一个 这个有益的一个建议 整天就酸七七的 你这个不能好 你那个不是骗 那个不能行 你接骗的标记 你能不能带给大家一点 真正的收益 让大家赚钱 让大家也去买一个什么 保质捷 什么911 你看看在G6 在我那个G6下面留言 买911的提款 提个13万美元 20万美元的 这个利润的 有太多了 咱们那个S69 刚才那是扔一堆金币的 你问问他 这都是咱们的 宗室的这样的一个 Gnews的这样的兄弟姐妹 所以如果说 就是说 现在就是到了G community 假如 我只是说编故 老江有和新宇女士 合资成立一个基金 六个月的这个账单 拿着去看 哇 这个每个月盈利 都在3% 5%以上 他在全世界 什么华尔街 什么量子基金 去赛斯就忽悠 他不认你了 因为这个GTV就在这里 曾经老江在那直播 叫我买黄金 曾经老江在这说 原由于跌到10块钱以底 曾经这个西宇女士 说应该怎么赚钱 所以说 他第一个概念 他透过了这个 我们的直播节目 透过了我们的G 这个community 了解到了 他的需求 他的用户 他可以信赖的 这样一个群体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Gcommunity 寻找到志农 道合的这样的一些客户 和这些来源 所以说你这样的生意 要做起来 那不就大得多了去了吗 是吧 当然了 并不是说这一个封闭的圈子 由于我们建立了良好的生态圈 良好的信誉 Gcommunity以外的人 也可能要 他会以跟Gcommunity的圈里的人 做生意 由业务来往为荣 是吧 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我上澳洲去旅行 我要买一个保险 租个车 知道了 Gcommunity 安宏 老婚员 我一定要上安宏的 去买份保险 就是安宏的 去租一份车 对吧 就是安宏的这个产业 我不用拿钱的 不用画账 直接我这个G病上弄完了 我绝对放心 安宏 我也不用跟他讨价还价 多一点少点 我绝对也不计较 那么安宏女士 她的生意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客员 她的整个客户群 她都无法想象 这不光是我们Gcommunity之内的 外界的 你时间久了 Gcommunity之内的这些 真正的会员 她是经过认证的 这是守信用的 她和这个鸡腿潘 和这个庄烈红 他们是有明显不同的 所以他们那些人 将来要饭都要不着饭 而我们将来就在这个圈子里 将要打造的产业 实在太大了 你包括饮食 服装 贸易 金融 人才 艺术 音乐 教育 各行各业 你只要进到这个圈子里 你首先你是认可 认可相信爆料革命 相信正道主义 愿意用这种正确的 正道的 有信誉的 正常的方式来发展 所以说你在这里 很容易就找到这些 信誉好的一些客户和发展 当然不可能尽善尽美 至少你一脚踏进了 这种怎么样 就像信誉女士 开篇所讲的 在日本的那种很正规 心里很踏实的这种发展事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谁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谁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踏踏实实的赚钱 快快乐乐的花钱 我们也不偷睡 我们也不逃睡 我们也不搞这个坑蒙拐骗 虽然搞这个 G-Community直接就给翻掉了 是不是啊 就剃除去这个认证体系 这个认证体系是大家给的 像今天在这扔玫瑰花 在这打金币的 那绝对对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个认证 就是说他不看 他就是说你说的这个东西 就告诉你去买房子 你这个股票最近可能有波动 就巴菲特好几百万吃一顿饭 然后问问巴菲特 最近的这个股市怎么样 最近可能有波动 大家都知道 这是屁话 放屁 他哪天的都有波动 所以说有人就拿这个话 当成圣经 巴菲特说了 股市最近有波动 你听来怎么 怎么解释都对 这么忽悠人 咱们这里不行啊 你必须提前 就从我所做的这个行业来说 你必须告诉大家 股票要往哪个方向走 港币要往哪个方向走 你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人民币会不会脆断 你必须要给人家 要给一个明确的 这样有参考价值的 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论断 和这一个结论 否则的话 人家来看你白货 来看我们写这 狗旗文章 事后诸国亮 事前出发界 绝对是不可能的 在G community这里 是绝对混不下去的 我从这个 Masha女士的这个 市庄的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简单的小事 从这个整个未来 这个在全世界的 包括保险 餐饮娱乐等等 包括我们的金融圈 所讲到了 G community这里 所蕴含的 巨大的爆发式的 这样的发展空间 西云女士 我听了你之后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要说到 我们那个集社区 它的特点是在哪里 其实最最关键的 最后我其实还是应该 围绕那个基币 你是搞金融的 虽然是 就是既然你称到 它是基币了 它一定是要 让它流通的 对吧 就是我一直在想象 就是以后我们的那个 集社区 就是我刚刚说战争也是 就是你有了那个 每次都会有一个 就是就举那个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例子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这次的 新的尝试 集社区的新的尝试 它一定会有一种 新的lifestyle 会出现 狗狗来了 新的lifestyle会出现 那我就一直在想 哎呀 七哥给我们画了一个 我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就在开始描绘画了 当我描绘把这个画给 按照自己的尝试 我给它模式化以后 其实我可以 我发现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商机的 可以有做事 就是 可能画又要太多了 其实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可能就是你可以做直播 对吧 就是做直播的话 你也要想好你的强项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人在做直播的时候 你就要把你自己是一个品牌 是一个企业 你要是你自己 现在是单干一个人做自己的 就是创业 就是做自己的CEO 然后在做这个之前 你首先 我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这个业务我能不能接 我是不是要做个自我分析呀 对不对 我的特长在哪里 首先就是我是不适合直播 我的能力 因为有的人就爱写 他可以写 我经常发现 他写文章的时候 和自己出来直播表达的时候 完全是两个人 他可以写那么坚定 有力又幽默的语言 为什么一说了 他就不行了 像我这样不会说话 有的时候能来一封 播一下也还可以 对吧 就是在那边笑笑 也有人来为我捧场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爱我 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个自我分析 分析完以后 其实你在做这个过程中 就是所有的公司在做的事情 你一个人都在做了 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做这个时候你有什么优势 对吧 然后你要各种直播都会有 那你的特长是针对什么客户群的 你是不是要做一个marketing 然后我怎样把自己卖出去 对吧 我卖出去做了这个分析以后 你才这个打赏 就是我说的熟一点 就是我这个单子 我这产品送出去了 是我们这个模式有一个 一般我们做生产业 现在我们所做的行业 就是我的成本是多少 我这个最低运费是多少 传统的 我说是传统的 不说金融的 我要说 然后成本价我要赚多少钱 然后我做个定价 但在我们这个圈里面 没有定价 是吧 至少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 那就是说 你把自己包装完以后 但是是真的 真的也要包装 真的也要包装 如何更好的表现自己 就像老家刚刚说 到时候我们圈会有很多 几百号人 是亿万富翁 那有的人 这个亿万富翁 他可能是第三统金 第二统金 第四统金 他已经有一些 内在的东西在跟上 有的人完全就是一个 机遇 他醒了 他坚定的跟着 七哥走过来三年 他得到回馈 一下子他成了一个亿万富翁 就说老实话 我如果一下子让我成为一下 文会先生 我没看到文会先生 我也没想到那么多 给我那么多钱干嘛 我又不要买飞机 我现在我这点够了 但是七哥这三年 把所有的东西就展现给你 是不是 至少对我来讲 他就是激起我 对往后将来 我也可以 我不是说跟七哥一样 是不是可以比现在更好一点 更美好一点 在近期间看到我还没看到的世界 就是就可以把自己的格局给放大 哪怕是我坐在家里 我也可以说好大好大 就是描绘一个大世界 现在只是我们看到的 但是他还有很多机遇 大家都在说GFashion GFashion GFashion就是在网上买 就是一个就是 我不知道七哥 我如果说 我还有个想法 就是我们 就是我围绕了自己这个GB以后 我就在憧憬自己的生活 以后我所有到的 不光是网上直播 或者是网上在GFashion上买点东西 我的生活 比方说我以前通过 日本有个叫GTB大的 让他给我私人定制 然后他帮我包车 他帮我包那个坐飞机 那你想我们有钱了 是不是 而且就是有钱了 我们也会有这个生活呀 我们也要出去呀 然后在那个G community 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创造出来的人 他是一个什么模式 不受时间限制 没有地点 就有一个手机 你带足充电宝 只要有电的地方 你有东西 就像我们的节目 比方说受到大家欢迎 要固定下去的话 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 老江你在哪里天涯 一直播就可以 我现在在哪里 马尔大夫 马尔大夫现在怎么样啊 或者都可以聊 就是完全就是突破 现在的要打卡 对不对 还要做 有的时候还要加班呀 你愿意什么时候做 就什么时候做 在哪里做 就是不受限 这其实就是面临的一次选择 你现在原来已经有的工作 人生最大的选择 像我和老江 可能已经没有本行 就在那边过退休生活了 就很容易进这个机会 让自己余下的人生 再有点光彩啊 残余的蜡烛也能发发光啊 但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年轻人 他面临的就是自己 面临的就是选择 对不对 你是 我相信很多战友 他爆料革命是兼职的 甚至是副业的 对吧 你还有原来可以做的 比方说像我们草根小哥 我知道他 听他的说话 他一定是一个 已经非常成功的一个年轻人 他通过爆料革命 他不是说完全放弃 也有可能啊 哪一天 草根小哥就完全 他现在我觉得 他是很好的把爆料革命 从文贵先生七哥的当中 学习到很多东西 提炼成他自己的东西 是在为他自己的现在的已有的 就是事业也好生活也好 就是已经是在添加砖瓦 就是给自己就锦上添花了 越做越好 但他是在提升的 我从来没跟草根小哥说过一句话 作为一个观众看的 这个话又说大了 就是面临一个 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 是要首先要知道自己 知己知彼嘛 对吧 甚至然后还要有个选择的问题 选择完以后 你就是要把你所有的精力时间 所有的资源 如何focus进去 对吧 说到最后要说选择的问题的 就可能还强 还有呢 就以后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讲下去 还有一个 你是不是只是看到现在的表象 对吧 我如果说 我的生活要这样这样 因为吉弊 我可以想象 以后我去的宾馆 绝对是有那个 我们的那个七弊 喜马拉雅的 就像五星级那块标志一样 是不是我以后去的那个 restaurant 不是 除了有那个米其林号 吉星吉星以后 旁边是不是还会有一个 喜马拉雅的七的那个认证呢 对不对 这样下去的话 现在我们这个平台 除了七哥说的 七fashion Gfashion以外 我记得很清楚的 他还有个 Gshopping Mall 对吧 Gshopping Mall 它的概念就是 亚马逊啊 我们说的难听的 就是淘宝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 自己建店 这个建的形式 我觉得什么形式都可以 不一定是实物的 对不对 到时候 也不是每一个做直播的人 都适合去开这个店的 你要有这个货 首先你要是 要不你自己有这种东西 那个家具呀 画呀 什么的 还有一个呢 我建议那个 就是战友们 我现在为什么要给大家画一个这个啊 然后是不是因为我们接下去 我还记得一个七哥一句话让我想象的 人赚了钱活在那里不就是吃了这几件事情吗 那我就在想了 我们要老的 我们赚钱以后什么很重要啊 要革命也要有身体吧 除了健身以外 我们还要去体检吧 现在我如果说我不在东京 我在个小地方 那体检医院我都有点担心 我要去追求更好的 那我们不是说全世界会怎么样子 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急医疗啊 远程治疗啊 那不是我对战友的 就是我可能甚至会跟七哥讲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搞一个急医疗 到时候还那个急医疗里面 是不是可以体检呀 或者远程治疗啊 我们在美国搞一个点 在日本搞一个点 在欧洲英国搞一个点 不用每个国家有三个点 旅游到哪里预约 对不对 我们的生老病死都可以在 这样如果说想象的话 我们的那集community 七哥还在继续落实 继续扩大 继续想象 就包括还有是不是可以有 那个急旅游啊 对不对 我们以后不要去什么订车 我们不要想象 我们是去订Uber 我们买不起飞机 但是可以租飞机啊 偶尔租一次怎么样啊 对不对 Ladymay都可以租出来嘛 我们就就是作为一个 公共的一个出租公司 对啊 我买不起Ladymay 但我到纽约去 我想尝试一下七哥 在海鲁森河 我可以借船呀 对不对 我去我借几天咋样了 我不用拥有 我们可以卸 对不对 这样想一想 这哪是我们草根的 光观是我们草根 可以去自己创业的 就包括现在那些船公司啊 或者是那些大公司 对不对 都要到我们平台来 只有跟我们在一起 他们才能赚更多的鞋 因为我们这个 对啊 就是我如果说 就是说那天上次 我为什么说 苹果公司这么笨啊 如果换我是库克 这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说我们买Gb PayPal不付手续费吗 也付的 对不对 那你苹果你就笨嘛 你现在接下去 你看啊 用苹果的 我发现我自己 最近在换那个苹果手机 也不会 也不是说 它有新的功能 会去换或者什么 就是纯粹的店 两年一用 它越来 一会儿就没了 一会儿就没了 去换一个 也没什么特别的 刚刚开始的那种激情 心情啊 好奇啊 去换 那你说 你为什么要收30%呢 你应该通过这个 我们买Gb 你就应该感受到 这是一股什么力量 发生什么了 对不对 至少你要到我们这个圈里来 看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然后再想想 你是不是还要收这个三成 做一个市场分析 对不对 仔细分析一下 然后我就说 你不买我Gb 我要到你这边 换我是他们的 那个marketing的人 我就要去找老郭了 老郭 我给你做限量版 我们可以collaboration 对吧 我就在你集圈买 就在你集社去买 就是说 所以我相信 等我们这个处刑建起来以后 先靠我们这些草民 就是草根 在那边一个一个 就是逐步建造起来 其实G-community 现在只是一个处刑 还有很多很多事情 可以做 然后还有弄不好 什么四季宾馆啦 佛西斯啦 什么的 那个七哥经常 去住哪里 对吧 纽约也是那个15年 也是那个四季 然后去洛杉矶的话 他也会去那个四季 对吧 那个叫什么大道 比伏利大道的 那个脚上的 我也挺喜欢的 是不是四季的 不是说七哥要跟他们谈 我们战友都要便宜 他们自己都会找上门来 对不对 一定会 对啊 到时候世界各地 我就是我所有的生活 我都是在 那个 我们的G-community 有这个G的 那个标志的地方生活 那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 每个客人冷静一下 自己是不是适合做直播 如果不适合的话 接下去的那个 阶段 是不是我可以在 比方说G 那个 店 shopping mall上 我是不是可以做个店主 我在做这个店主的时候 如何把现在的直播功能 结合起来 对吧 你现在亚马逊也好 那个淘宝 我是从来不看 我也不知道 他们也没有直播 你可以把你的直播频道 和你的那个 到时候你挂一个shopping mall 还有一个人 人就是 一个人 不可能你具备所有的 就是能力的 就是一个 我 就像我就是很典型的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专场 也不是一个specialist 但我 我有一个 我喜欢整合资源 整合资源也很重要 你现在就是不要急 我没有直播 我没打赏 你可以想想 我周围有什么资源 可以整合 将来shopping mall开始了 我是不是应该去怎么做 然后你一定要 你还要就是 学会一种思维 就是点和点 你如何把它接起来 变成线 线把它变成面 然后这个面 是不是二维 或者三维去思考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战友里面 还有很多年轻的人 就是 不要 就是真的不要急 因为有的人真的就是第二统筋 第三统筋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还有对贡献 或者 就是 怎么说 好了 老江说了 是的 这个西云女士 大家应该看到 这个西云女士刚开始做节目 可能很多人没注意 我看到过 没有像现在这样 人来风 嗨的 兴奋的 手无阻挡的 就是说你们大家 有没有从这个 他这种高涨的情绪当中体会到 真正的就是说 对于G community的信任 所带来 其实你现在就是这种信任 所带来的这种憧憬 他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 并不是说 什么在这儿画 怎么怎么样 就是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 等我们六月份以后 大家会看到 许许多多的奇迹 这种奇迹是以前 在任何地方 在任何的社区 在任何的社会阶层 都没有出现过的这种奇迹 这里啊 我现在我不能说这个 这个奇迹现在已经摆在这里 我每天都在接触这些奇迹 我就知道了 哇 这个人要成为奇迹 那个人要成为奇迹 那个人要奇迹中的奇迹 是吧 我们的战友 有的在这个西西兰 这个船也买了 车也买了 这个拖车也买了 还没怎么着 我开始想离开日本了 我想离开日本了 是这样子 大家都在等着 其实我现在也在等着 这个疫情过去啊 在怎么样 有好多事情 都没办法 现在困在这里 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它是疫情特殊的原因 就是说这个 其实最初的这一批人 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你说简单到什么 就一个字 你信 你就可以实现你人生的一个 第一步的这样一个目标 只要你信 从现在开始也是 你往后在Gcommunity的发展 就是你信还是不信的 就是这么一个选择 其实说白了 也不要问我们说 我在Gcommunity 我究竟怎么去发展 什么事业 当你绝对的信 这个整个的这个正道主义 和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 良性的一个生态圈的时候 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做 风是好的事你就去做 你就有收获 不好的事你远离他 那你就是说 你就知道了这个 就怎么样 就是你这个 做这个坏事的时候 你虽然这个 没有受到报应 但是你的福气 已经离你很远了 是吧 现在D从潘呢 庄烈红他们呢 还有罗队富什么 现在师兄 虽然现在他们 还没有受到惩罚 但是工作好事 全都离他们而去了 等六月份大家以后 夸夸这个 这个是吧 数票子的时候 你们这个钱不好 钱脏 骗子 还是骗子 他们现在为什么 这么气急败坏的来攻击 生怕这些事情 真的实现了 打他们的脸 尤其低从潘 制裁如命啊 为了钱 可以把他的姐姐 告上法庭 为了他爹一刀 过房子 把他的姐姐告上法庭 两个人在这打官司 为了钱 可以委屈自己 卖身于一个这个 戴了绿帽子 这样的一个 小姐不小姐 是白弄 不是小姐 小姐还挣钱 她白弄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 委屈自己一个 失去了自己的 这个男人 想想 找那个 你就想 咱不用说别的 就那作便不充 咱别人 用完作便不充 你再去用一下 啥感觉 那个还不是说 这个作便 还坐着 李老远 直接接触 我没法想这个事情 这是人生最大的 我就说就这么一帮人 他为什么现在 气急败坏呢 因为他们心知肚明 未来的这个 G community 第一批的人 将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样的灰火 而且这里呢 应该这么说 这只是我们看到的 一小点 一小点 大家千万不要 说是说老江 你又在这忽悠 你又在这 给我们画梦 这个事情 不是我们今天在说的 那么Gnews Gpost 刚出来 GTV刚出来的时候 我在这个很多地方 因为我看到了 我根据那个Gpost 上去几个星期 1.11亿 1100万的注册用户 这是什么 这就是财富 你全世界 任何牛逼的这个媒体 任何的网站 任何的这个网络公司 你做到1.11亿个注册用户 你需要用 三到五年的时间 能做成功就不错了 这网络公司98% 最后的烧钱烧没了 对不对 剩下的20% 幸存下来 这多少年呢 这个费这个劲 所以从当时 我看到了那个 1.11亿个注册用户 Gpost 那个网站在这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111 million 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 你就来算这个钱 这个东西 咱们主要是谈钱 我这人对钱比较敏感 有人说你老江 你讲钱 然后爆料的 我们太需要钱了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时间呢 比较短 不是 我们剩下时间比较短 太长了 我们下一集 但是呢 今天结尾呢 我跟大家说 未来这个钱 对我们太重要了 我简简地跟大家说 我们必须要有钱 CCP病毒 有结束后 还有中共灭亡后 我们国内的老百姓 将面临着 10年 20年的这样的动荡岁月 这个动荡岁月 对所有人来说 将是这个苦不开眼的 所以说我们爆料革命战友 第一批这些战友 有了钱可以干什么 你可能在美国 加拿大不可以 在巴拿马可不可以 泰国可不可以 菲律宾可不可以 什么哥斯达利加 西班牙语国家 哥斯达利加没有军队 他只有公费医疗 和这个免费教育 是不是 在这些国家 为自己的老父亲 老母亲 我整一个小别墅 很便宜 非常便宜 一切福利待遇 什么自然资源 没有毒食品 没有这个假教育 也没有什么这个 几十万美元就解决了 确实几十万美元 一个月一千到两千美元 会过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很多人去过泰国 你们自己说一说 泰国的生活水平 和它的消费水平 文明程度 拉你中共国的 这个几条街 你在泰国 做假食品 假药品 比贩卖毒品的罪要重 黄金国器没用 直接枪毙 这是泰国的法律 所以说你上泰国的街上 去吃东西 干什么 你放心去买药 买这些食品 这是铁律 它都有信仰 我就说这个问题 美国加拿大 咱够不上 新西兰的 还有太平洋的 许多的小岛 斐济群岛 瓦努阿图 大西地太高了 咱就别说了 很多的 像这个 还有天堂岛等等 就是安提瓜 这些厄瓜多尔 这些 好多好多 世界上好多好多 美丽的地方 就包括这个 非洲的这个 纳米比亚 有那个黄金一样的 那个海滩 在那个地方 你一个月有800美金 1000美金 你雇得起保姆啊 就是雇得起 给你扫卫生 做饭的佣人 因为它这个 但是呢 它那个地方的 这个资源 就是很丰富 自然风光也非常丰富 文明程度 绝对不比你 这个中共国现在差 所以说我们就被 中共国现在 这些年 给禁锢 关在这个猪圈里 就说 只有中国好安全 等等 你出去看看 我在那个太平洋 那个小岛上 深圳半夜 就我一个黄酒人 那个时候 笔记本电脑很流行 假如笔记本电脑 它没有录 它黑暗当中 在那甘蔗地 就出来 两个黑人 看都不看你一眼 就大家相安无事 相安无事 就那种文明程度 你想象都不想象 你看看哪个国家的 防盗门防盗窗 有中共国 从一楼安到七楼 即使是这样 你都防不了贼 你就看这个防盗窗 防盗门的这个 安装程度 你就知道 这个国家的治安 和这个安全感是怎么样 所以说 我说战友们 这个钱太重要了 将来 我们有兄弟姐妹 我们有侄子侄女 有外甥女儿 我们有老爸老妈 还有丈母娘 是不是 好多人一辈子 没有坐过飞机 没有出过国 一辈子没有吃过 美国上好的 这个五花猪肉 没有吃过这个龙虾 没有吃过这个 整个的这个什么 我们说的这个叫牛仔骨 这些上好吃的牛肉 都带这个带水带血的 所以说真正的把 我们的亲人 你有了这个钱 完全可以把它们 接出来 安置在合适的地方 这个世界不是就 中共国那个污染空气 这个整个混乱的地方 可以居住 就是离开了那个墙 离开了那个圈 发现这个世界 完全就是地球村 是不是 你像这个我们哈喊小妹 你完全可以把父亲 接到这个韩国去 享受非常好的医疗田 我们有钱 我们有实力 我们也不去偷 也不去抢 我们靠着自己的 基community 靠我们自己 赚的第一桶金 未来可以为亲人 为我们所爱的人 能够做多少事情 这个钱太重要了 又是干干净性的钱 我们这个钱拿来 不是说拿来去 去搞这个其他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 而且这个赚钱 多么的容易 就是说 这里边就是 就我自己的行业 信誉女士的行业来说 你只要有钱的话 你说是 不是说我们去崇拜 那些权威 吹牛一吹的 想了什么 华尔街什么 你像那个 我们叫那个淡马西 淡马西 新加坡最大的 这个资管公司 去年的盈利率 都百分之2.35 大家想想 可怜到什么产度 都不够 我俩小时的 这个手指头 两下子就出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也吹不了 我的账户什么的 密码都给 这个咱们文贵先生 就我要在这吹牛逼 一个嘴巴就打 咱就说这个问题 就是你 就是这个 我们由于这个 全世界 包括中共国 这种不规则的 没有规则的 这样一个秩序 还有太多的 这个恶人 他们势力 占上风的 这样一个恶劣环境 太多的人 被埋没了 太多的人 他喜欢宅在家里 做一做 自己的生意 做点自己的事情 像新运势 像我 以前没有爆料革命 没有人会认识我们 我说真的 我连 我连件西装 现在想买 没办法 都关你 我连件西装 全衣和领带都没有 为什么呢 我不需要社交 我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我都不出去一趟 我跟着打交代 我觉得很累 没有什么好谈的 对对 浪费时间 你包括我们到海外的 这些老华侨 出来十年的 看不上你 出来五年的 出来五年的 看不上你刚出来的 为什么呢 他见不得你比他好 出来二十年的 他觉得我打工 做生意这么多年 我没载下一套房子 经常去赌场输了 我看到十年的来了 有一定的知识 有一定的积累 十年看到现在的 什么一些 不管是富二代 有些高知 拿着钱来 都不工作 所以他们之间 他见不得别人好 这就是现在 我们华人 在海内海外 参加爆料革命 不参加爆料革命 更差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而作为我们来说 像西云女士 我相信 包括我本人 还有文贵先生 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希望别人也有 那个西云女士 我就举个简单 我在纽约大使馆吃饭 那个文贵先生 老家你要吃这个羊腿 这个羊排 你要吃这个羊腿 我能想象 我能想象 你要喝这个红酒 这个红酒 这个场景 我能想象 这件事情它是什么 它就是对大家的 像我也是这么做 我喜欢 我的金币有50% 已经全都扔出去了 所以说 别听文贵先生 开玩笑 我要为自己证明 很多人就是指着 老家地方金币 我知道这个东西之前 我非常清楚 这个东西之前 但是就是因为 我知道它的价值 所以我更愿意 把它送给别人 你不喜欢的东西 送给别人 你像低从帕 我很小气 我守着了 你低从帕 那个庄烈红 还有这个盲流子 他不跟你要钱 就不错了 他有什么东西 能给大家的 他能带给你什么东西 你说像我这个 我希望别人 因为看了我的文章 看了我的分析 你赚一千万 一个亿才好 这个我觉得 你值得 你得选择你信 因为你信了 你就应该得到 这个报酬 是吧 所以说 当我看到 我们的战友兄弟姐妹 因为什么什么 我们的建议 卖了房子 看了路德节目 救了命 把什么囤了粮 或者把资产转移到海外 或者是看了 咱们的某一期节目 某一篇文章 赚了钱 发了财 避了血 我比我自己赚钱 都要高兴 确实是 因为你看文贵先生 都是这样 他喜欢吃的鸭腿 他不管你爱不爱吃 你尝尝这个鸭腿好吃 为啥 他觉得这个东西好 就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羊排好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这个船好 你们都来 当初那些伟类 都给请到船上 大吃大喝 那个赵岩不等着招呼 自己坐下去 拿着筷子夹那个菜叶子 一半一半 咔咔咔咔咔 叭嘀嘴 哎呦 我看着这个恶心 还有那个麻牛子 前两天在那 直播吃一盘 油茄子 那个米饭吃喷 哎呦 我感觉就是 这些人 他代表不了中国人 也代表不了正道主义 更不可能加入到 这个G community 所以说我这里 就是说一点跑题 就是有钱 可以重塑我们自己 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可以让我们 更有能力去坚守正道 更有能力去帮助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家人 他也是人 我们不能每天 在这讲着大道理 自己的爹妈 自己的兄弟姐妹 国内让他受苦受难 需要你的时候 需要什么 你的时候 你要安置的时候 转移的时候 你拿不出一个子的 拿不出一分钱来 所以说你这个事 你的爱 爱是要做的 是吧 所以说你一定要有实际行动 要整个实力 要power 你才能去爱 对吧 所以说这个有钱 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家庭 在国内的亲人 还有许许多的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其实在指望我们 他们在看着我们 我们有了实力 可以帮助他 同时我们打了个样以后 在所有的那些观望的 怀疑的 还有左右摇摆的 还想作恶的人 最终他要偏向一种正道主义 这个世界不就好人越来越多 讲信息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自己活着不也 我的天 这谁啊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谢谢啊 谢谢啊 我们自己不是活着也很开心 很轻松吗 所以说呢 我的这个结尾啊 就是说咱们真正的打造一个 G community 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 成为千万富翁 成为百万富翁 这个事情并不难 真的不难 别看我怎么怎么 现在这个样子 过去是怎么样 不要 不要那个 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 太有自信了 太有这个能力了 不信咱就哪一天 咱就 这也没几天了 过几天咱也就 能够看到一些事情的变化 而且我想说的现在就是 就这么点 其实 这个 太小了这一点 就太小了 只要你信 你信文贵先生的为人 你们看一看 中共费了多大的劲 就扒他的脏料 拿走了他几百个亿的资产 看一看文贵先生 耽误吃耽误喝了 耽误这个 去给大家捐赠口罩 做慈善 耽误了这个 喜马拉雅大使馆的这个开销 这么多公司的运营 还有这么多基金的这个运作 还有这个 这个 几十亿桶吧 应该是原油翻翻 大家也知道 六月合约是吧 前两天咱也不是说 事前这个 这个事前 这个驻满器 是不足够量 当时大家也知道 那个事 大家也看到了 涨了百分之二百八 这个原油的 这个东西 就是大家看到 这个power 是什么power 我非常喜欢 文贵先生的那一句话 就是我没有钱 但是我有这个 就这一下子 哎 你要几个零 咱不服 咱就打个赌啊 凡是说我们这个爆料革命是骗子 这个骗子 这个骗子 老江这个那个 文贵先生这个 你有能耐 你就放马过来 你几个绑了一块 曾鸿 低层盘 还有什么装力 你放马过来 就这一个响指 你连我这个没钱的小骗子 怎么打这个响指 都把你打晕了 满地找牙 你说你还去 对抗什么 这个文贵先生和法治基金呢 是不是 就是天大的笑话 哎 咱就这么压一下 五个亿 随便乱喊 五个亿 哎 听说什么 一二三四五 会数数 五亿 二十四小时之内 你敢压 你这么好赚钱的机会 打骗子的机会 揭露我啥也不是的机会 多么容易啊 你只要签一个法律文件 压上了五十万一百万 就赢了吗 是不是 把我们爆料革命 把我损的 一损到你 你看我以后再怎么有字 有脸在这跟你直播 跟你这个叫板呢 对不对 这些还有什么那个古情 那个那个女的那个 哎呦 他那个整容纯属失败 你知道吗 古情 他那个蒜皮啊 就是两个蒜皮 离得太远 我估计他晚上睡觉啊 他闭不上眼 就往上拉 然后更可笑的是什么呢 他一笑我别人大女脸 我的妈呀 我看他那天 给他这手气横放了 我上面没找到额头 下面没找到下巴 古情那个女的 而且那个脸啊 僵尸了 郭文贵 老江 没动 因为他这么一动啊 后边这个这个 咱是做做整容的都知道啊 这个皮就崩开了 你也可以做一期整容吗 有关整容美观的 关于整容我也有很多话要说 他那个心灵那个丑恶 他透露出来的那种丑陋 你就看到那个眼睛 那个贼 那个那个双眼皮 我的妈呀 我这一辈子 我宁肯啊 我宁肯相信 左娘娘又贵妃 我都不相信他 太丑了 就是他这个心里 透出的那个丑 你手机啊 你脸长不要紧 你把手机竖着放 都上下就够上了 他们的手机横着放 上面结局头 下面结局下巴 就这个脸 你说能有多长 完了还去笑话 别人脸长 我说这个人 这个脸哪去呢 就是这个古琴自己天天的催流 还是中产 你中产 把那个脸整成那个样子 哎呀我的妈呀 你是不是在哪个胡同 那个那个是吧 鞋匠给你整的吧 那块皮子给你补 所以说这些人不悲了 咱这剩不了几天了 你有能耐 咱就放马过来 这老家都这么叫号 都说自己往门上送 让你打我 你怎么就不敢打 你你 你说那红 你这个低从潘 石秀 罗对付 还有那么几个人 你几个人凑不起50万美元吗 能不能凑得起50万美元 那打五个亿的赌路 放宽这样的 你能不能凑得起 你天天在这 这个 哎呀我今天这个 不是 我一提他 我相信 我相信老江如果说 不是为了爆料革命 连说都不想说他 我没钱 真的是 是吧 我真没钱 但是有一点 真的 我当仁不让 我赚钱能力 绝对是这个 绝对是这个 不服 这个好酷 好自信 就靠这个手指头 我赚钱 就是这个 不服 咱就往前看 往后看 你现在 所以我没钱 我不需要钱 我要钱干什么 对不对 我只要是随便 而且我生活当中 也没有特殊的爱好 也没有什么开销 我不爱吃鸡腿 这个玩意儿 这个在这个 香港的监狱里 一般的定期 给发几个鸡腿吃 大家觉得 哎呀又吃鸡腿 我看过一个电影 香港的电影 哎呀这个星期 又吃鸡腿 这个监狱犯人说 低从怕弄 哎呀这个 你给他喝牛 他选择鸡腿 你给他狗屎和鸡腿 他选择狗屎 就是这一群人 咱就剩了几天时间 所以今天咱们谈钱 下一期呢 还要谈钱 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 非常抱歉 今天耽误大家时间 因为人来风 我和新语女士呢 对财经方面 对财经方面 金融方面呢 这个很有这个 共同的语言 因为新语女士 在此前拿了钱 专门来考老奖 我不知道 后来跟我说 从第一笔到最后 你亏了哪米 你赚了哪米 人家有记录 你有没有记录啊 新语女士 问一下 有没有这个记录啊 哪有 没没 我这个人啊 我这个人 其实对数字 不是很专 我就是 那时候说 我这个操作 拿不出手 咱以后 从现在开始往后 不是 等于说 这个道理 就是说 在金融 财经方面 我们都是人来风 一提钱 眼睛都冒光 对 我们需要钱 善用钱 不缺钱 但是我们不滥用钱 但是我们不滥用钱 我们也不是说 拿着钱去 去歧视别人 去去作恶 去什么 中共 他们觉得 他们盗国贼家族 生下来就应该有钱 老百姓不应该有钱 老百姓有钱 你就会怎么样的 迷失自己啊 或者怎么样 胡扯八蛋 你这个中共盗国贼 你都已经这个 良心坏到这样子了 你都配有钱 我们善良的人 正义的人 有信誉的人 凭什么就不能有钱 对不对 这个钱就给你们就对了 我们就不能有钱 我们就 就就就就不灭共了 我们就 就怎么样不阻挞正义了 真的胡说八道 而且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这么简单的赚钱的机会 你只要信 就这一个字 你只要信 你就知道该怎么办 对 你只要信 你就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说当初那些 不信Sara女士所说的 基本上法治基金的 说Sara女士这个那个 你这些人 你现在回头想一想 如果当时你信 和现在不信 和现在的这个 前后对比多么明显 这改变人一生的命运 你专烈红这么好的机会 多次的进出喜马拉雅大使馆 你只要简简单单的 你就是信 你不会把你老婆 再推出去从操就业 对吧 你还不会说 连话都说不清楚 还要去直播 所以说你这些都很 就没办法 就逼梁为仓 逼专烈红上直播 和逼梁为仓 反正大家也觉得 占权了这俩事 所以说这个生活 你只要信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你就不会这样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 选择比努力还重要 那就是我们 以后下期的节目 谢宇女士 请给大家最后说一个结语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发现我今天有点手无足的 好像中文也比之前说了好一点 是吧 非常感谢大家 马上就结束了 我呢今天在想 今天是5月9号 明天就是5月10号 我呢因为不可能再有直播了 我想借这个频道呢 就是借老乡这个平台 我对我们香港手足 同胞们 我相信也有来看的 就是我一直被他们深深的感动着 他们那个同胞们 骨肉们 兄弟姐妹们 就是他们向世界展示了 我们这个种族的优秀的基因 还有我们这个种族是如何渴望着民主和自由 你们的每一滴血 每一滴泪 也是我们的血和泪 我们形式不同 但是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手牵着手 背靠着背 无论如何 你们所付出的一切 将来历史一定会给出最好的答案 我祝香港的手足们 注意安全 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还有呢 5月10号也是我们七哥的生日 我也借你这个频道 今天还是路德先生的那个生日 先跟5月8号路德先生 我们的爆料革命的大英雄 其实我有一点想借路德先生的那个我观察 然后看一下这个事业模式的建立啊 什么 因为case study比较适合我 而且比较贴切 而不是说大理论 就是路德先生生日快乐 然后还有呢 明天我们的七哥生日快乐 说到生日 七哥生日 我们就会想到在天堂的那个郭妈妈 祝他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然后郭爸爸 在国内能够健健康康的等着他的老旗和战友们一起 那个开旋而归 还有一个你刚刚讲的话 那个老江 我其实有一个如果说我们赚钱了可以救更多的人 我们新中国的我也有一个心愿 我们新中国的护照能不能像日本美国一样 哪个国家都可以去 而不是像现在我们就像CCP病毒一样到哪里去都不方便 要搞个签证啊什么 这个在于现在国内民众自己的选择 他们哪天能够站出来 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制度 选择什么样的文明 将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都参与不了 因为这是 因为我们的护照啊各方面的爆料革命以后 我们可能都将隐退 所以说至于未来就要中共国 就是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充满了太多的未知性 那么谁愿意让自己的新人在那再过20年的未知的生活呀 所以说莫不如 就谁愿意去摊那碗浑水呀 早一点的把它搞出来 其实这个世界你得有power有钱 比如说以我们的父母名 兄弟姐妹的名义 在哥斯达利加投资20万美元 你整一个小庄园 一个小甘蔗林 哥斯达利加又允许你在这住 阿根廷更夸张 2万美元 你有2万美元的投资 你就可以 家人就可以去啊 所以说这个钱的power 一定要power 对待敌人的打击要靠这个power 我们自己的强大未来过好生活 也要这个power 还有过几天气息伪泪 哎呦这个东西 哎呦太好笑了 你不要掉胃口哦 睡不着了 我们这里 好 请听相回分解 就是今天在这里 我随便戳几个 就是这个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战友 都是千万富败的 我没有不说啊 我知道 咱们事后咱们再看 咱们事后随便戳几个 都是千万富败的 戳几个厉害厉害 这个手持都好 但是我们这边除了老江以外 我看到我们那些评论 其实真正的高手在民间 真的很多作品语的 而且他们也很会看人 把我其实就说 心里你是这样这样这样细腻啊什么的 不是说夸奖我好 我就想哇 这个直播好可怕 我就做了这几集节目 全部把自己展现给 一看就把我这个人看懂了 所以要争 一定要争 不能装 所以这里边就是一啰嗦 就没完了 就是说 大家对于美的东西都会有反应 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去追求美丽的东西 美好的东西 而是摒弃那些假的丑的恶的东西 你看他那个天津大驴脸 还有个低从盘 谁愿意看他 就那么几个人 为什么去看他 他嫉妒 他并不是说真的拥共 他因为他见不得 为什么老江新宇一天到晚在这吹 这个响指那个响指的 我怎么就没有 他不相信我们通过正常的途径 通过我们的努力 可以赚取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 他们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说 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美的 你看这个新宇女士的端庄秀丽 有内涵 而且上来一阵 这个小孩子戏 手无足蹈 人来疯 这个笑个威腕 这还可爱的是 生活就应该这样 真实 美好 对不对 充满了阳光 整天愁眉苦脸 鸡腿拍 一天到晚我吃不起鸡腿 我老头又绿了 我该怎么办呢 我回家 碰他不碰他 怎么样 他是不是还留着别人呢 那不叫香水味 叫叉叉味 所以说 这些人 他的笑都是假的 我们的笑都是真的 所以真和假 这个恶和丑 这个恶和善 这都很容易就可以去分开 所以大家对7A女士的评价 对我的评价 我都接受 很多的女战友对我评价 我非常感动 我给我评价的心缘一码 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为了我们的女战友 我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蚯蚓 我7A大截 最大一截留给我代了 7A截 那截里面剁一剁自己分了 爱撒谷 开个玩笑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好的 非常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小姜哥 谢谢战友们 谢谢 请多多指出 谢谢 那就这样再见 晚上一定要听草根小哥和七哥的 一定会非常精彩 非常可以期待的 好 谢谢大家 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老姜辛苦了 小姜哥辛苦了 姜太辛苦了 战友们辛苦了 继续在这里不见不算 谢谢西云女士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拜拜